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天气越来越热了,那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款花色非常清凉的圆锥绣球 它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个Blooming Easy的Hydringia Moon Rock 这款绣球花它也是非常耐寒的,它可以耐寒到零下40度 在北美Zone 3到Zone 8的地区可以种植 这个绣球花在开花的初期会呈现出非常清凉的苹果绿 这样的花色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季 随着花期的进行,花朵的颜色会从花朵的底部开始慢慢地转为象牙白 然后逐渐地向花朵的顶端开始变色 这个花朵变色的过程也是非常美的 一朵朵的绣球花看上去非常像一个个的抹茶冰激凌 这个花看上去和Hydringia Lamolette有几分相似 但是无论从花色还是从花形,它们之间都是有差别的 这个绣球花的花形顶端比较尖一些 但是它的整个花朵还是比较紧凑,比较扎实的 在绣球花盛开的高峰期,它的花形外观看起来很像月亮斑驳的表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花名叫Moorrock 随着季节的变换,它的花色会变为粉红色 最终在整个冬天变成棕褐色 这个绣球花它成熟后的植株高度和宽度都会达到1米8左右 每天最少要保证它有6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 这样可以保证它有最佳的开花效果 这个花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非常大的开花量 就算是比较矮小的植株 只要你保证它水肥充足,光照充足 它就会给出你一个非常惊人的开花量 它的花色也比较的优雅清爽 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圆锥绣球 花色最终会变得非常的艳丽 这对于一些比较喜欢花色柔和淡雅的一些花友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们来看这边的这些植株呢都是刚上架不久的 所以它们的整体状态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 开头好像忘记说了,我今天来到的是Canadian Tire 虽然这些都是同一批上架的绣球花 但是它们的植株的状态呢也各有不同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株形比较饱满的 那有些盆栽你看上去它好像很高大 但是它的株形可能并不饱满 一盆里面可能就有两三根,长得比较细高一些 像这样的株形呢我们尽量就不要选 我们可以选一些株形比较饱满的,侧枝比较多的 这样呢它日后的开花量也会更大 这款绣球花它的直立性还是非常好的 不容易发生倒幅 由于它的株形是属于中等大小的株形 除了地栽之外呢也是非常适合用来盆栽的 炎热的夏季我们用它来装饰庭院、门廊或者阳台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圆锥绣球比较熟悉的花友 一眼应该就可以看出 这张图片中的绣球花呢并不是Murrock 它就是和Murrock的花色比较接近的Limelite Hydrogenia 它的花色呢是从柠檬绿慢慢的转变为乳白色 但是Murrock的花色就更加的纯净更加的清爽一些 Limelite形成花球的这些小花瓣呢就稍微的偏小一些 提前找一张Limelite的照片和它做一下对比 是因为考虑到可能有些新入圆异的花友没有种过Limelite 可能会好奇它们俩之间到底存在哪些差异 那这张图片呢就是Murrock 我们可以把它和前面的那张图片做一下对比 它们两个同样都是在变色的阶段 这个Murrock呢它也算是一款非常低维护的绣球花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它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 它的最佳修剪季节呢是在每年的早春时节 在植株还没有发芽之前给它进行修剪塑形 来确保它有最佳的开花效果 最后呢说一下它的价钱 这个绣球花在Canadian Tire是$26.99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么多 如果有漏掉什么比较重要的内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也欢迎大家搜索沙拉养花 观看我更多视频 谢谢大家